我当时这个 就是有明显的 那个 记忆力的问题 就是我见过东西 我忘不掉 见过东西 我忘不掉 这是记忆力的问题 但是我记得 都是没用的东西 这个什么信息 你就都会记住 那就是在小的时候是 小的时候 比如说老师 让你背个什么东西 我看完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在背 我觉得我很羞耻 是因为我觉得 我闭上眼那本书 就在我眼前 就一页一页就 翻页就行了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水哥你现在是 做什么工作吗 现在我就是玩 那怎么赚钱呢 赚钱这事 是最简单的呀 他的回答都 都是那样 我本来还怕 我们的问题会冒犯 我觉得他的回答 更冒犯 比如说 就是怎么个简单的法 是投资吗 还是什么 呃 投资你也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就 你去钱的时候 你只要有手 你就 就能赚到钱 哦 然后你你你身边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别人所需要的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中央公益美元 这个学校里面 最难考的专业 叫装潢 然后呢 我一看哦 装潢里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 就有一个书籍装针 还有一个就是动画 因为我特别喜欢上演的一些老动画 然后我也知道 哦 原来这个学校里有过张光武先生 嗯 大到听军 是吧 额着闹海 哇塞 我觉得这些东西 在我看来都是 都是特别棒的 然后呢 我就觉得那我就要 考这个专业 而且我要考这个专业的第一名 就考上了 嗯 对 你是有势力优越感是吗 嗯 嗯 哈哈 就是就是也不学 对 也不学 然后那个 但是就是要考第一 突然有一天说 就要考这个专业 就要考这个专业的第一 然后就考上了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我觉得我那会就是 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该 学什么 我们是可能是为了别人而学 比如像我 就很多时情况是为了我父母的 面子啊 因为我们是知分大院的 在楼上是北大的 隔壁是清华 这边中科院 然后我当时也很狂 我觉得我我初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已经能上大学了 能上大学了 啊 然后我上高中纯的也是混了三年 就是玩了 走过流程 玩了三年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人家只拿这个东西 是要招投标的 我就有点开玩笑了 可能人家一个带滚贴大糖 我们就给人做了三米高 然后就是这种 就是特别低级的错误 然后怎么办呢 就是人家可能过两天就 投标必须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所以我们俩被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给了我们俩台电脑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电脑 让我们去做土 然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一个人现学3D Max建模 一个人现学Photoshop Photoshop就算了 3D Max也能现学啊 然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 那里屋里面 每个故事 都是以让我震惊不已的 一种无意识的凡尔赛尔结束 就是这个故事的最后是 现场学习3D Max 然后肯定最终是做出来了呀 最终是做出来 但我知道那个做出来的东西 只是人家能让你回家而已 然后呢 但人家还把钱给了 九几年 然后还给了你将近一万块钱 大几钱也不少了 又一张效果图 然后呢 我就觉得特别受愧 就把这个钱呢 我就给人买了 什么东西给人送回去 然后呢 留了点钱干嘛呢 我们就把学校门口 跟装修有关的书啊 就连锅都给它搓了 搓了以后我就 拉着我们这个同学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不干别的 就 做图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你觉得你性感吗 我觉得 可以直接回答吗 尽量缩短在十个字之内 对 我 我觉得我在努力 易老师 你在努力 对 我的 性感可以努力 对啊 或者有人评价过你性感吗 有 那你觉得你自己哪部分最性感 水哥太可爱了 他已经 他尽力了 我觉得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燕窝 这不重要 怎么办 一个紧张的人 以及不知所措的我们四个 还没开始 不是 开始了 开始了 你会有变化吗 好 好 好 所以严泽山冷场就让他们 冷 好 冷 好 嘉宾自己来就唱 要不然我还是说说 女士现在是特别紧张是不是 我觉得她还好 她上次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她话其实就不多 但是她上台是 是侃侃而谈的 好 好吧 好 现在姿势也充满了防备 我很好奇 你平时会看我们的节目吗 脱口秀有看 那我想问你会笑吗 比如说谁抛了一个梗 或者是什么的 你会笑吗 就说 会吗 那可能很 还 对 很难 你听脱口秀 你会笑吗 哈哈大笑吗 不会 他们脱口秀 没有什么可值得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好棒啊这句话 我就说我不干了吧 你非让我接着干 我忽然觉得好安慰呀 哈哈 哎 那 就是你这种纯当背景音是吗 没有没有 我是想听一听人都在说 说什么干什么 关注的话题是吗 对 因为 因为脱口秀 我并不觉得脱口秀 是一个让人取笑的 因为 他们的底层逻辑 我觉得其实都是痛苦 就是你听的是他背后的那个 那个表达 对 像七八叔就 就是他会抛出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都去辩论 然后脱口秀呢 就是更多人说自己身上那点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啊 那你有喜欢一点的人吗 在我们这两个节目上 他 谢谢 他是哪个节目 两个节目我不都去过吗 这个节目就 杨天真找我吗 那你为什么答应来呢 杨天真找他 他找我啊 我没有理由不来 他是你的朋友算是 他是我的朋友 就是为什么他是你的朋友呢 就是他凭什么成为你的朋友 对 这就像爱情一样 但凡你能说出理由的 那一定都不识真爱 虽然不知道接什么 但是我听懂了 连我都有点接不算话 我是头一次听到把 友情放到那么 应该是很高的位置 我觉得 一般都会把爱情 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因为觉得爱情 是特别私人化的 所以我头一次听到说 形容一个友情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感动的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 就是人跟人互相之间 那个感受 朋友也是需要 志同道合聊得来 底层一致嘛 这个东西的 它的本质跟爱情是一样的 只是爱情是个专属关系 但友谊不是个专属关系 爱情比友情更短暂 你删除和拉黑瓜别人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是那种典型的 不是属于色孔 他是在人群中是自在的 你也认识吃掉脸多症 有可能吧 他确实是 因为我每年过生日 都邀请他 然后我就会有 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 那顿饭他每次都吃得 如作征战 但是因为我过生日 他又不好意思不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邀请他 就为了折磨他 我过生日 我想邀请谁 邀请谁 这种呢为什么 没有 他如果如作针毡 你还邀请他的话 我是说你随时可以走 但是我要邀请你 你得来 不是这样 我过生日邀请了 你也要得来 不然我要吵架的 对 他的朋友问过他 每年都能见到我 但不知道 我说话的声音是什么 对 因为我每年都是 这帮朋友吃饭 他们每年都会见他一次 这个如作针毡 是可能他 他比较就是在意 我当时的感受 我自己可能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 跟人在一起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的那些朋友 对他来讲 所有人都叫陌生人 他可能只是认识 他们会聊得很好 我能吃得很好 那你有兴趣听他们聊吗 有兴趣听 挺好的 平时我也听不着 杨丽也是学画画的 对 你是哪年代 你九八年代做什么 九八年在上 上游园 我九八年上大学了 叫叔叔 我们的这个年代差的比较多 你为啥会选择 就是画画呢 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是 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 我们可能是为了别人而学 比如像我就很多时 清华是为了我父母的面子 因为我们是知识分的大院的 在楼上是北大的 隔壁是清华 这边中科院 然后我当时也很狂 我觉得我我初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已经能上大学了 能上大学了 然后上高中存在也是混了三年 就是走过流程 玩了三年 然后最后其实我也是文化课 就完全就不怎么样 得都放掉了 后来是我 我就看我爸爸就 愁啊我这个 我爸爸还是挺 挺像 我能有点粗心 对我而言呢 就是画画呢 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呢 当时呢 那个叫中央工艺美院 这个学校里面 最难考的专业 叫装潢 然后呢 我一看啊 装潢里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 就有一个书籍装针 还有一个就是动画 因为我特别喜欢上演那些老动画 然后我也知道 原来这个学校里有过张光武先生 大到天空 是吧 摩着闹海 哇塞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 都是特别棒的 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我就要 考这个专业 而且我要考这个专业的第一名 就考上了 嗯 对 你是有赤的优越感 是吗 就是 就是也不学 对 也不学 然后那个 但是就是要考第一 突然有一天说 就要考这个专业 就要考这个专业的第一 然后就考上了 这真的是专业第一 你是那个时候 因为画画也是要先看吗 你那个时候有观察力 就特别强的感觉吗 我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 有多强 我觉得 就是 可能 就是 对于我而言 绘画其实是我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因为我以前是 后来我也才知道 我可能是有普希自闭的 就是这个对我来讲 尤其在初中小学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初中 所以呢 就是我因为这个事儿 没少挨打 就 我 小时候经常就爸妈揍我 就是因为我不说话 他们会认为你没有礼貌 跟家里人不说 跟家人也不说 然后我也不爱吃东西 但是呢 我用绘画告诉他们 我今天一天在学校里就干了些事 然后画一碗面瓢什么 然后我出去 比如说我去一趟动物园 我就回来可以把整个动物园的线路图画给他们 后来我也才知道 有的时候我画的时候一些视角和一边 因为后来有一些医生也告诉你 这个角度比如我画东西都是上帝视角 你这就其实不是很正常的 那他们那会儿的时候就要求你 比如说像大多数孩子一样要打招呼 那会儿要怎么怎么样的话 他们那会儿是不知道自闭症这件事的 对吗 对 但是我觉得 比如我那时候特别怕声音 就家里掉一根针都会让我很难受 对很难受 就是不能有声音 就是最大的干扰 他说的应该不只是抑制 就像有些人听那个摩擦 我说主要是声音 你就难受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举止 包括我当时这个 就是有明显的那个 就记忆力的问题 就是我见过东西我忘不掉 见过东西我忘不掉 这是记忆力的问题 对 然后但是我记得都是没用的东西 这个什么信息你就都会记住 那就是在小的时候是 小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让你背个什么东西 我看完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在背 我觉得我很羞耻 是因为我觉得我闭上眼 那本书就在我眼前 就一页一页就翻页就行了 你会觉得那个记忆力超强 是一个问题吗 比如在你小时候 就你过目不忘 那些信息对你来说造成困扰了吗 困扰肯定会有 因为你有困扰 所以你才会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困扰 那会儿我的睡眠特别差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相当于在过电影一样 把你一天的事都过一遍 你就很痛苦 然后呢 那你就想想遗忘 你觉得遗忘 什么叫再来一遍 就是自动播放 对它自动播 而且是乱的乱播 那我就想我要忘掉它 然后我就想忘掉它 怎么忘呢 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它像 和一本书一样给它折上 就像收纳 就你一个房间收纳 你可以有你可以有柜子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脑海中建立抽屉 那如果建立抽屉的话呢 那么就说你这个东西放进去 那它我要在提取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有方法 如果用数字来提取 是一种方法 那我就需要把它编码 那如果要是用形象来提取呢 就比如说这个柜子 我上面画一小猫头 那肯定是跟猫有关的 所以后来我觉得 我对我而言 我可能更适合形象去记忆东西 所以我就想到出高中的时候 有一种补习班 就是记忆法 什么打开盒子啥的 那个是有用的 我觉得吧 记忆法是我上那个 就那个节目啊 然后就 就很多人都是在学记忆法 那一刻其实当时对我是有一种 就又惊喜 又感觉说不清的一种感受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以为这种东西是 我在小学初中 又来骗老师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不值得一提 我觉得它怎么能跟大脑有关系 还是最强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 然后再有一个我就觉得 这玩意要干嘛去学它呢 因为我是觉得 它是一把双刃剑 就当我们碰到固定编码的时候 你是不是刚开始是用想象力 来做了你的固定编码 但是你久而久之 每次都是用固定的编码 去对应所有未知的世界的时候 其实你想象力的大门 其实是又和尚的 就是它可以用不考试 那本质对小孩的智力发展 其实没啥用 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很好地进行转换 那么当一个孩子 不能很好转换的话 它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浪费了你的钱 你学了半天 没有转换到学习上来 还有一种呢 他会自己骗了自己 他以为他记住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什么也没什么 但实际上他其实无法应用 所以说我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他是 治阿尔兹海默症有效 我觉得治老年症 还是有用的 包括现在我就 要让我爸去学 因为我爸已经确诊 是阿尔兹海默了 我就觉得有用 当然原因也是因为 我在2014年10月14号 去录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叫吴光仁老先生 他跟我在一个化妆室 我看了一眼 他的那个一个小本子 因为他就是背那个 3.1415926 他能背到5000位 对 他那小本子上 就是四位数编码 他说每四个数字呢 一组 他那本子上 当时我一看的时候 我记得个子去 是他的前半生 他把他的一生 都给用编码给编了 所以说如果你问他 一个数字的时候 他其实脑海中 闪现的是 某年 某月 某日 某件事情 把所有的事件 转换成数字 因为数字本身 是没有感情的 他只有在赋予了 某种东西以后 他才有了特殊的标记 所以你想想看 别人看到的是 你在背数字 可是别人不知道 你脑海中想的那些故事 那有没有什么 能快速忘记的方法呢 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技术并不难 遗忘才是之后 这句话好有哲理 好伤感 很脱口秀啊 很伤感 那雪哥你现在是 做什么工作吗 现在我就是玩 那怎么赚钱呢 赚钱这事是最简单的呀 他的回答都 都是那样 我本来还怕 我们的问题会冒犯 我觉得他的回答更冒犯 比如说 就是怎么个简单的法 是投资吗还是什么 投资也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就 你缺钱的时候 你只要有手 你就能赚到钱 然后你身边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别人所需要的 而别人做不到 你就可以把它卖给别人 我以前也是 就是我大量的时间 其实不是用来工作 是因为那会儿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大学里并不等于 只有一个专业 有很多专业 后来我就觉得 因为学校里有那么多专业 我都那么地感兴趣 那我就去接触 就去学各种各样的 后来我发现 当你接触的越多 其实对你的设计 就越有好处 我记得我们当时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接过那种 就是完全不符合 我当时的见识 和我的这个认知能力的一些活 因为当时有一些客户 误以为了我的专业 是环境义务设计 因为他们说装潢嘛 就是装修嘛 你过来接这个活吧 然后我就人不搞样的 管人借了个正经的衣服 就去谈这个活 谈完以后我当时就想 没关系 我不会做没有关系 我知道学校里 什么系是做这个 我把这个活 发给同学不就完了 还外包 让他们去做不就行了 结果后来我记得特别清楚 人家就说你是这个学校吗 我说我是 然后把我的名字也记了 然后就让我在那房间里待着 也不让我走 然后就去打电话去核实 我呢当时呢 还叫了我们一个同学 跟我一块 结果就核实完了以后 人家就说 人家只拿这个东西 要招头标的 我就有点开玩笑了 可能人家一个带滚贴大糖 我们就给人做了三米糕 然后就是这种 就是特别低级的错误 然后怎么办呢 就是人家可能过两天就 特别必须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所以我们俩被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给了我们两台电脑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电脑 让我们去做土 然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一个人现学3D Max建模 一个人现学Photoshop Photoshop就算了 3D Max也能现学 然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 那里屋里 每个故事都是以让我震惊不已的 一种无意识的凡尔赛尔结束 就是这个故事的最后是现场学习 3D Max 然后肯定最终是做出来了 最终是做出来 但我知道那个做出来的东西 只是能让人家让你回家而已 然后呢 但人家还把钱给了 九几年 然后还给了你将近一万块钱 大几钱也不少了 又一张效果图 然后呢 我就觉得特别受愧 就把这个钱呢 我就给人买了 什么东西给人送回去 然后呢 留了点钱干嘛呢 我们就把学校门口 跟装修有关的书啊 就连锅都给它搓了 搓了以后 我就拉着我们这个同学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不干别的 就做图 然后呢 就把这事 我就在哪摔去 在哪爬起来 你没有缺过钱 缺钱没 我问你们几个一个问题 就你们聊天聊聊现在 因为我跟水哥比较熟啊 你们对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从来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我怎么说 我感觉我会说错 我以前觉得他是聪明而普通 就是极致聪明 然后智商很高的普通人 就是跟我们都 就看起来没有区别 但是智商非常高 但是我惊惊觉得他是一个 外星人 聪明的特别的人 因为他看问题其实非常本质 就是所以我老觉得 他能解决情感问题 你女儿有喜欢的男生吗 没有 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 所以你有早练过吗 小的时候 没有 没有 你也是正到了可以谈的年龄才谈 嗯 那你谈恋爱顺利吗 谈恋爱 感觉理解不了这个提示什么 就是 就是坎坷不坎坷吗 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私心裂肺啊 或者是还是水到渠成啊 有为爱情痛苦过吗 痛苦过吗 被抛弃过吗 或者抛弃过 心碎过吗 心碎的感觉 你知道就是心碎了 那种 痛心疾首 感觉到 你举个例子 心碎的感觉 有你的 比如我 就是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好难过 然后你心就像被人 捏了一下一样 然后碎的一片片 这跟你在七八树里举例子完全不一样 一点都不走心 你真的 他就是没上你的当 什么不走心 刘欣在问你 或者是你喜欢一个女孩啊 这个女孩就是不喜欢你 就很难过 说她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 然后日思夜想辗转反侧 而且你又忘不掉她 你记忆力太好了 她的脸 她的头发 发型一直出现在你 你现在怎么办 有过这种吗 有吗 没有 你们是不是因为都有过吗 我是有过 当然 我 我一直有一个人生的障碍 就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让我吃了很多苦 我老觉得是因为我智商低 所以你来了以后 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经历和看法 智商不能治这些 对啊 那是人类的情感啊 他怎么可以用理智 可以控制得了的呢 你换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 你不要问他的经历 你问他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心碎了应该怎么办呢 他还不懂什么要心碎 木头上如果钉钉子 钉多了 拔了钉子眼还在 所以呢 破镜也没有办法重约 但是枯木可以风吹 哇 那这个区别在于 刘先生是有希望的 就是 就是那个宁缺乌烂的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不是这个你啊 是 他的意思是说 好像听起来像是心碎很久以后 然后你整个人已经不行了的时候 有一天会再开开花 是 是这意思吧 不能简单理解 是要编码来理解 我是这样的 这三样物品是不同的 嗯 这三样物品就是 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自然物品 一个呢 是我们人工的一个工业作品 还有一个就是 大自然里面一个跟时间有关的东西 春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感情也有很多 然后 基于不同的物质的感情 它的最后的结果和解决方式也是不一样 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的解析 幸好我追问了一下吧 以为自己听懂了 对 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的解析 就是看情话 只有这样才能说准吧 这个是 厉害厉害 跟他说话好有意思 今天受到了他的很多启发 我决定要用一些方法处理一下 情感问题吗 一些就是 跟情感有关的问题 比如他什么方法 你想用来处理你的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能 起码能处理我一些情绪问题 因为我有的时候的情绪 我自己 我觉得 我知道不对 我知道这个情绪会使事情变差 但是我有点控制不了 比如说你今天特别难过了 你能把这个难过 就是装到一个抽屉里 然后把它关上 然后 然后你就好了吗 我有化解的方法 因为我知道哪个东西会最治愈我 比如说 比如说做手工 比如说摆动我的花草 我是用就是我认为最自然的东西 最接近于自然的东西 它们特别能治愈我 就是有的时候异类会更带给你一些通达的东西 还有就是环境 你触碰的所有这些东西 你人类才几十万年 对吧 对吧 这个罗藻跟这个草里虫 可能都比你要 你看着好像是一个低级的原生动物 但是他们也许很多的做法 所以他处理情绪 跟我们一模一样 就是靠想通了 就是他做手工和弄花草比较为想通 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就是还不单纯是做手工和做花草 我希望通过这一记 我能学会一些技巧 你怎么看性感这件事 你觉得你哪个地方性感 这谁的问题 易老师 易老师 易老师就要问性感的问题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对性感这个词跟她的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他脑子已经不是聪明这么简单 就是已经这样的大脑肯定是性感的 但是我就很好奇 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的话 你已经属于AI级别的这种类型的 一个思考状态的话 你会怎么看待性感这个词 有人说你性感吗 在此之前以为心碎已经很难聊了 有人说你性感 没有想到 我就很想 就特别好奇 就是你怎么看性感 有人夸过你性感吗 或者有人评价过你性感吗 我我可没有评价过你看着我干什么 那在求救的眼神 哎呀这是像一个捧杀呀 我觉得我没有说是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点上 然后呢 我觉得性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角度呢 是一个特别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 开放式的一个问题 到时候是一个反问的 就是因为 是你问出来的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是你怎么看 看性感 你不用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那个问你 对对 是我不我不抛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这个问题是这样 因为你要是 从这个问题的角度 男女是不同的这个视角吗 在生物圈里面 是有太多这样的类似的东西 对吧 我们看这个狮子 供的有很多的毛 很雄壮 很好看 孔雀供的很好看 它也有圆钉鸟 这个供的很难看 但是这个供呢 它可能会盖房子 它会装扮出一个好的东西来 然后来吸引女性 那对于她而言 她的性感就是 她有能力给你一个家 比如有一些鸭子 它在跳舞 那这个这两个人 要之间一定要达到共评 就是我什么姿势 你也是什么姿势 当然也有一些投机分子 比如说乌贼 乌贼里有块头大 有块头小 当一只大块头的乌贼 吸引一只雌性的时候 他就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荷尔蒙 展示自己雄性的魅力 天生他就个头小的那个乌贼 他不就没有机会了吗 他怎么能够繁衍自己的DNA吗 他其实就会用 他更聪明性感的方式 把自己变成一半一半 他站在他俩中间 让公的以为他是个母的 然后呢 这个公的这个 大的乌贼在上面转圈的时候 就把他也当成了一个母乌贼 但实际上他是个公乌贼 然后趁着那个公的 自己转得挺 挺雾迷三道的时候 他这个 时候跟那个母乌贼 两个人好了一会儿 你现在非常的专注跟头颅 你以为会得到什么 就是我们是期待他用经验来回答问题 人家用知识回答问题 他甚至都没有回答问题 然后最后我总结出来三个字就是看情况 跟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模一样 那你觉得你性感吗 我觉得 可以直接回答吗 尽量缩短在十个字之内 对 我觉得我在努力 依老师 你在努力 对 性感可以努力 对啊 或者有人评价过你性感吗 有 那你觉得你自己哪部分最性感 水哥太可爱了 他已经他尽力了 我觉得 因为性感本身是 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吗 我问的就是一个主观问题 你很警惕捧杀是不是 没有 我就是在想 我那么多 我说哪个合适呢 你没事 你想起哪个说哪个 这个没有这个数量限制 我很害怕水哥坐在这 想半天说 嘴唇 人类的一个简单回答被逼的 比如说我们一说性感 最简单的会说到身体 对吧 然后呢 我是一个 常年不怎么运动的人 但是很多人现在会误以为 我是不是保持一个健身 在撸铁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看到高迪的作品 比如说我看到 赛商的画 比如说我看到 艾舍尔的结构 比如说我看到 雨果的藏书票 那我可以理解为 你想说的是才华吗 我在努力 我在努力 你平时聊天的时候 会感性地聊天吗 他努力地感性 努力地 他有时候跟你说那种 当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 就刻印在某种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 很像诗一样的文字 那在他来说 可能是一个客观描述 对 他可能是在描述那个东西 就是但我觉得那个表达 是非常感性的 但我觉得那不是感性 我觉得那是 他只是用了一个失忆的表述 但是表述的还是一个科学 或者是理性分析下 和客观存在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他刚才 给我最深的感触的一点 是他所有的出发点 并不是以我的目光 或者我的感受 去推演这世间的一切 但恰恰我觉得我们 就是很容易以我为出发点 我怎么看 我怎么想 我觉得 然后去推演就做了一切 但他反而是一个 你看你问他 他会说动物 但他其实回答的是一件事 你想那个动物 巫贼的故事 和他后来 然后走到才华的这个事 其实是一件事 是的 就感觉所有问题 其实他都考虑过 然后有一个答案